他让我联合股东 扳倒何总 把何总从何时赶出去 好让开心 做何时记性人 蔡女士 我什么时候 让你做这样的事情了 你闭嘴 让他说下去 我会给你解释的时间 说吧 他让我出面 约股东们和他见面 在他的委托和许诺下 股东们联合起来 罢免了何总 推起开心 做执行董事长 可是没有想到 开心他 又为人一婚继续维持原职 为了这件事情 他还责骂了开心 他见您的病情渐渐好转 他担心您病好之后 还会把何时集团 留给一婚 所以 他就让我卖掉了 他名下的所有不动产 拿着资金 暗地里替开心收购股权 可是想要收购 超越何总的股权 他的资金远远不够 所以他就指使我 欺骗何总 瞒着开心 签字 动用了紧急奔用金收购股权 购股权 购股权 我真是没有想到啊 你是这么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这样无限我的话 你也能说得出口 咱们俩谁更卑鄙 你承诺过我的 你说只要我帮你做好这些事情 你就会给我合适的股份 我向你要了好几次 你都百般推托 我看你压根就是在骗我 你根本没有打算 给我合适的股份 股份 什么股份 你告诉我什么股份 好 你不承认是吧 好 是你逼我的 你能不能说过董事长 让他把五号地拿出来 只要说过董事长 拿出五号地 你现在能听得回忆人而解 不行 五号地 是董事长留给何开心的 我不能拿五号地去冒心 那万一何时被收购了怎么办 如果何时被收购了 何开心在集团的股份 我们可以拿到可观的利益 什么 您想放弃何时 既然如此 那么 您之间答应过 给我合适的股份 就先给我吧 我发万一何时被收购了 我没有爱身立命之地呀 你着什么心呀 不是还有我吗 这会怎么样 这些事情不是你怂恿我的 够了 财秘书 把这段路因删掉 这路因我可以删掉 但是您得答应我 您得答应我不追究我的责任 这是家仇 怎么能外传 明天会集团 到财务只取一百万 我永远不想再见你 董事长 对不起 您都保重 把遗嘱 跟五号帝的所有文件 都交出来 我怎么知道你放哪了 都看看吧 妈 我怎么做 不也是为了 想要保护你的财产权益吗 我告诉过你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财产 你怎么就记不住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争呢 那是因为你爸爸 对我们不公平 我怎么对你们不公平了 你娶了我 可是你不爱我 你心里装着你的王妻 你觉得公平吗 开心和易坤 都是你的孩子 你冷若开心 浇灌易坤 如此差别的对待 就是因为开心 是我生的 你在胡说什么 他们俩都是我的儿子 在我心里边 他们两个是没有区别的 没有区别吗 遗嘱就是最好的证明 你知道什么 我把公司留给易坤 把五号弟留给开心 你懂我的心吗 我是把困难留给易坤 把财富留给开心 你跟我做这么多年的父亲 还是不懂我的用心 爱活同外人 谋夺夺我的家产 快让我心寒了 心寒的不止你一个 当我用你王妻的生日 打开保险棍的时候 我就告诉自己 我们夫妻缘分尽了 好 既然这样 我们两个没有必要再维系了 不用你赶我走 我自己走 妈 妈 爸 爸 王妇 王妇 我去来了 爸 你怎么了 爸 妈 妈 快点 来 来 妈 妈 妈 别拦我了 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什么都别说了 走开 妈 你要不先去我家住两天吧 我不去 妈 你别人信了 行吗 先去我家住几天 等我爸爸劝好了 我再接你回来 妈 我跟爸说几句话 然后回来看你 我 好了 好了 我跟你说 这个冰冷的家 我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妈 妈 走开 妈 妈 妈 等一下 妈 来来来 我来我来 妈 妈 你能不能把五号地的文件 还给爸爸 业主 他可以重新拟定 但是五号地的手续 我绝对不会给他的 妈 这个时候了 你不要再计划矛盾了 行吗 我不是在计划矛盾 我是在保护你的财产权益 你还看不出来吗 妈 我不需要 我说了多少次了 我不需要 好 你不要 我要 妈 就当你爸 把我扫定出门的一份补偿 妈 还给你 但是五号地的手续 我不会给你的 妈 妈